三藏觉得很难说纸月就没有对他说过话,只不过是他没有用嘴说,而是用眼睛说罢了。 比如说三藏在客桌上再架客桌,又架客桌,最后还加上了一张小袋儿,然后玩杂技一样颤颤抖抖的爬到最顶端,到高墙的洞中掏麻雀的时候,纸月要是见了,就仰着脸,两手抱着拳放在下巴下,眼睛睁得大大的,满是紧张与担忧。 这时,三藏假如看到了这双眼睛,就会听出, 三藏,你下来吧,下来吧。 再比如说,三藏顺手从地里拔了根萝卜,在袖子上搓擦了几下,就嘎吱嘎吱的吃起来的时候。 要是纸月儿见了,就会令人察觉不到的皱一下眉头,嘴微微的张着,看了一眼桑桑。 这时,三藏假如看到了这双眼睛,就会听出, 桑桑,不洗的萝卜也能吃吗? 再比如说,桑桑把时间玩光了,来不及去扣分数题了,打算将临桌的作业本抓过来抄一通时, 只一二看见了,就会把眼珠转到眼角上来看桑桑。 这时,假如桑桑看到了这双眼睛,就会听出, 桑桑,这样的事儿也能做吗? 又比如说,桑桑与人玩篮球,再被对方的手指甲抓破了皮肤, 胳膊上都流出鲜血来了,也没有将手中的球松掉, 还坚持将它投到了篮球框里的时候。 桑桑,只一二看见了,就会用细白的牙齿咬住薄薄的血色, 似有似无的嘴唇,弯曲的双眉下,眼睛在阳光下跳着亮点。 这时,假如桑桑看到了这双眼睛,就会听出, 桑桑,你真了不起。 这些日子,吃饭没有吃相,走路没有走相,难得安静的桑桑,似乎多了几分柔和。 桑桑的母亲很纳闷,终于在见到桑桑吃饭不再吃的桌上汤汤水水, 直到将碗里最后一颗米粒也拨进嘴里,才去看她的鸽子时, 向桑桑的父亲感叹道, 哎,咱家桑桑怎么变得文雅起来了。 这时,正将饭吃的桌上汤汤水水的妹妹柳柳,向母亲大声说, 哥哥,不再抢我的笔吃了。 初冬的一天下午,北风越刮越大,到了快放学的时候,天气迅气阴沉下来。 桑桑桑家的那些栽埃蜜食的鸽子受了惊吓, 立即离开野地,飞上乱云飞渡的天空, 然后像被大风吹得乱飘的枯叶一般, 飘飘忽忽的飞回草房子。 白羊在大风里鸣响, 旗杆上的麻绳一下一下猛烈的颠打着旗杆, 发出啪啪的声响。 孩子们兴奋而略带恐怖的坐在教室里, 早已听不下去课了, 只在心里想着,该怎么回家去呢? 桑桥走出办公室, 抢了几口北风,系好领扣, 看了看,眼看就要压到头顶的天空, 便跑到各个教室说, 现在就晃学。 不一会儿,各个教室的门都打开了, 孩子们只管将书本与文具忽乱地塞进书包, 叫喊着或互相呼唤着同路者的名字, 纷纷往校园外面跑, 仿佛马上就有一场劫难。 只愿收拾好自己的书包时, 教室里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他朝门外看了看, 一脸的惶恐与不安, 因为他马上想到了, 不等他回到家中, 半路上就会有暴风雨的。 那时, 前不招村后不招店, 他可怎么办呢? 桑桑的母亲, 正在混乱的孩子群中朝这边走着, 见着站在风中打哆嗦的桑桑问, 紫月儿呢? 被在室里。 桑桑的母亲急忙走到教室门口。 紫月儿? 紫月儿见了桑桑的母亲, 学着外婆的叫法叫了一声, 是你啊? 你今天就不要回家了。 嗯, 外婆在等我呢? 我已托人带信给外婆了, 跟我回家, 马上天就要下雨了, 走吧。 紫月儿说, 我还是回家吧。 桑桑的母亲说, 你会被雨交在半路上的。 说吧, 就过来拉住紫月儿冰凉的手。 走吧, 外婆里边肯定会知道的, 啊? 当紫月儿跟着桑桑的母亲走出教室时, 紫月儿不知为什么低下了头, 眼睛里光了泪水。 一直在不远处站着的桑桑, 见母亲领着紫月儿正往这边走, 赶紧回头先回家了。 紫月儿来到桑桑家不久, 天就下起雨来, 一开头就很猛烈, 桑桑趴在窗台上往外看时, 只见私下里白茫茫的一片, 油麻地儿小鞋的草房子, 在雨幕里都看不成形呢, 趋须晃晃的。 柳柳听说紫月儿要在她家过夜, 异常兴奋, 拉住紫月儿的手就不肯再松开, 反复向母亲说,"我跟紫月儿姐姐睡一张床。 紫月儿的神情不一会儿就安定自如了。 在柳柳与紫月儿说话, 紫月儿被柳柳拉着在屋里不住地走动时, 桑桑的一旁不住地给两只小鸽子喂食。 忙着做晚饭的母亲在弥漫鱼造房里的雾气中说," 你这小子, 你非得把这两只鸽子撑死不可。 桑桑这才停止了喂鸽子, 可是桑桑不知道做什么好, 她只好又趴在窗台上, 望望外面, 天已晚了, 黑乎乎的, 那些草房子已几乎看不见的。 但桑桑通过眼口的雨滴声, 至少可以判断出 离她家最近的那两只草房子的位置。 桑桑的耳朵里, 除了稠密的雨声, 偶尔会穿插进来 柳柳与纸叶的说笑声。 隐隐约约的, 从屋后的大河上, 传来打鱼人, 因为天气不好而略带, 悲伤的歌声。 纸月果然被桑桑的母亲安排和柳柳睡一张床, 柳柳便脱了鞋, 爬到床上高兴的蹦蹦跳跳。 母亲就说, 柳柳, 别闹。 柳柳却蹦得更高, 母亲及时的在屋中央烧了一个大火盆, 屋外虽是凉风冷雨, 但这草房子里却是暖融融的, 柳柳于纸叶的脸颊, 更暖得红红的。 在睡前忙碌的母亲, 有时会停住, 看一眼纸印, 她的目光里, 总是含着一份丢不下的连爱。 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每周一至周六中午十二点三十分经典回放, 为您再现名家经典之作的永恒魅力。 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为您送出的长篇小说《好房子》。 桑桑睡在里间, 纸叶和柳柳睡在外间, 里间与外间隔了一道薄薄的用芦苇干编成的篱笆, 因此, 外间柳柳与纸叶的说话声, 桑桑都听得十分分明。 纸叶教柳柳一句一句地念着, 一束黄梅各各听, 打肥落语满天心, 三个和尚四方坐, 不言不语口念经。 柳柳一边念, 一边乐得咯咯笑, 写完了又缠着纸叶再念一个。 纸叶也很不意, 正月梅花香药香, 二叶蓝花盆米妆, 三叶桃花红十笔, 四叶墙碑靠短墙, 五叶石柳红色火, 六叶荷花满池塘, 七叶枝子头上带, 八叶桂花满树黄, 九叶极花初开放, 十叶芙蓉正上妆, 十一叶水仙宫上岸, 十二叶辣梅写李香, 桑桑睁着一双大眼, 也在心里默默的念着。 母亲将一切收拾停藏, 在礼物叫道, 柳柳啊, 别再拱缠着姐姐了啊, 天不早了, 睡吧。 灯, 一盏一盏的香气熄灭, 两个女孩在一条被窝里睡着, 大概是互相碰着了, 不住的根根的笑。 过不一会儿, 柳柳说, 柳柳姐姐, 我和你一头睡可以吗? 柳柳说, 你过来吧。 柳柳就像一只猫似的从被窝里爬了过来, 当柳柳终于钻到芷月怀里时, 两个女孩又是一阵干干的笑。 就听见李无礼母亲说了一句, 柳柳, 疯死了啊。 柳柳赶紧闭嘴, 只往芷月怀里乱钻。 但过不一会儿, 桑桑就又听见柳柳跟芷月说话, 这回生意小了, 好像是两个人都钻到被窝里去了。 但桑桑依然还是隐隐约约的听听了, 是柳柳在向芷月儿讲她的坏话。 好多年前, 好多年前, 我哥哥啊, 怎么会是好多年前呢? 翻试好几年了, 那天, 哥哥把家里的一口光拿到院子里给砸了。 搭锅干什么? 卖铁呗。 卖铁干什么? 换钱呗。 那换个钱干嘛? 换钱, 摆他的鸽子呗。 后来呢? 哼, 后来妈妈烧饭, 发现锅没有了, 就找锅, 到处找一找不着, 就问哥哥看见锅没有, 哥哥看见妈妈就往后退, 妈妈知道了, 就去抓哥哥。 他跑了吗? 跑了。 跑哪儿了? 院门正好关着呢, 他跑不了了, 他爬到猪圈里去了。 他爬猪圈里去了? 他爬到猪圈里, 老母猪就哼哼哼过来咬它。 那咬着了吗? 哥哥猜了一脚猪屎,要爬出来了 芷月儿躲在被窝里笑了 我告诉你,我哥他可脏了,他早上不吸引就吃饭 桑桑听得咬牙切齿,恨不能从床上蹦下来 一把姜柳柳从热乎乎的被窝里抓出来,然后踢他一脚 幸好,柳柳渐渐困了,又糊里糊涂地说了几句,就摟着纸印的脖子睡着了 不一会儿,桑桑就听到了两个女孩细弱而均匀的喊声 窗外,雨还在稀里稀里地下着 有只鸽子大概是被雨打湿了,咕咕叫着 但想到这也是很平常的事儿,叫了两声也就不叫了 桑桑不久也睡着了 后半夜,风停了,雨停了 天,既然在飘散了两三朵乌云之后,出来了月亮 夜停的野鸭疲倦了,就往大河里落,落到水面上,大概是因为大鱼好奇地吸损了他们的脚,惊得呱呱一阵叫 桑桑醒来了,桑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想撒尿 但桑桑不能撒尿,因为桑桑想到自己如果要撒尿,就必须从里肩走出,然后穿过外肩走到门外去 而从外肩走过时,必须要经过指约的窗前 桑桑只好忍着 她感觉到自己的小肚子正越来越严重地鼓胀起来 她有点懊悔,晚上不该喝那么多的汤 可是当时,她只想头也不抬得喝 幸亏就那么多汤,如果盆里有更多的汤,这下就更糟糕了 桑桑不想一个劲地想着撒尿,就让自己去想点其他的事情 她想到了住在校园里的勤大奶奶 现在,她是睡着呢,还是醒着呢 听父母亲说,她是一个人过了一辈子 这么长的夜晚,就她一个人不觉得孤单吗 她又想到了油麻地儿,第一附属人家的儿子杜小康 她在心里说,你熬什么,你有什么好熬的 但桑桑要不免悲哀地承认 一年四季总是穿着白球鞋的杜小康 确实是其他孩子不能比的 她的样子,她的成绩,还有很多很多方面,都是不能和她比的 桑桑突然觉得杜小康哦,是有理由的 但桑桑依然不服气,甚至很生气 小肚子的胀痛打断了桑桑的思路 桑桑忽然听到了纸月儿于梦中发出的叹气声 于是,桑桑又去很混乱地想纸月儿 纸月儿从田梗上走过来的样子 纸月儿读书的声音 纸月儿的老笔字 纸月儿在舞台上捂着大红筹 后来,桑桑又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母亲在收拾桑桑的床时 手突然感觉到了潮湿 打开被子一看,发现桑桑夜里尿床了 她很惊诧 桑桑还是五岁前尿过床 怎么现在十多岁了,又尿床了 她一边将被子抱到院子里晾着 一边在心里犯嘀咕 早晨的阳光十分明亮地照着桑桑的被子 温幼菊进了圈子 见了晾在绳子上的被问 是谁呀 母亲说 是桑桑 那时,纸月儿正背着书包从屋里出来 但纸月儿只看了一眼那床被子 就走出了院子 桑桑一头跑进了屋子 过了一刻钟,桑桑出来了 见院子里无人 将被子狠狠地从绳子上拽下来扔到地上 而当时的地上还留着夜里的积水 母亲正好出来看到了 望着已走出院门的桑桑 你找死啊你啊 桑桑猛地扭过头来看了母亲一眼 抹了一把眼泪,跑掉了 这天,纸月儿没有来上学 她的外婆来油麻地小学请假 说纸月儿生病了 纸月儿差不多有一个星期没有来上学 讲一轮 看纸月儿落下了许多作业 就得桑桑说 你跑一趟板仓 把作业本啊交给纸月 把老师布置的题告诉她 看她能不能在家把作业补上 桑桑点头答应了 但桑桑不愿一个人去 就去找阿树 要她陪她一块儿去 5 6 7 8 7 7 8